大家好,愛在灣區中文網台 這裡是我們每逢星期五晚直播的一個清談節目 叫做鄉村俱樂部 我們一如既往在線上有我們的好朋友Bowie Bowie,你好 Hello,大家好,灣區的聽眾朋友好 又到星期五晚上,又和大家來談一天,說一下地,吹下水 對了,對了,那今天的吹水話題是什麼?Bowie 今天的吹水話題聽說,沈默斯看了一本書 嗯,是啊,我看了一本書 這本書是跟一個名人在灣區,甚至是華人社區裡面的名人有關 全世界都有名的了,這個人 他就是成龍大哥,Jacky Chan 沈默斯今早都忍不住,開了一個Top Show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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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我是昨晚在Amazon買這本書的 現在科技這麼先進,上網按一下就已經可以下載到這本書了 十幾元我覺得這些是要看的,這些書 始終都是一個名人,也都是代表我們華人在美國發展得相當之,成就相當之高 他的生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些資訊 都知道一些關於他的私生活也好,又或者他的生涯 但是在這本書裡面,從他自己的聲音說出來 也都有某一種獨特的味道,去聽這些故事 所以我從昨晚開始看,看到今早就看完了 這本書就不太長,但也算是蠻好看的 很有趣的 據報這本書,成龍當中是爆自己的 Total Jerk 哈哈哈哈 十足的壞人 可以這樣說的 裡面有很多故事的情節 他現在不是說自己是一個道德高地的人 不是一個聖人 不是一個聖人 他不是一個聖人 他只是一個犯人 但是他只是一個缺點的龍 首先,我未接觸這本書之前,我對成龍的印象 其實有四點可以來形容 你猜一下,在女性的角度 這四點會包含什麼 看你重不重 如果從女性的角度來講 我想當然有很多人會覺得他是一個負心人 因為他曾經有很多不同的感情關係 大家都知道他也有一個女兒是公開的 不公開的就不知道 但是他好像也是比較把時間和精神放在事業為重 家庭、女人那些 他就不是很 serious 的人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我本人的角度來看 成龍有四個好的 不是好人那種好 是好什麼好密密的好 你說了其中一點 他有很多的情事 所以這一點當中 我覺得成龍是一個很花心的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認同 或者叫很多情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今晚準備了一個題目 是想說成龍為何可以吸引到美國的觀眾 在這個荷里活 為何他會成為一個成功的華人 當然有很多批評的言語 關於他的私生活 男人、女人那些 當然自古英雄也是非常吸引美女 我自己想 今天的主題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是可以說 經常想想想想 如何吸引我的陪審員 可以對我有一個好的印象 然後也可以對我的客人 有一個好的印象 所以我經常都會想想 究竟作為一個華人、一個中國人 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究竟需要具備什麼特色 才可以 人格魅力 才可以吸引到美國的觀眾 即是我們要向事去看 就不是從他人去看 他的事 根據Forbes的報導 就是他的片酬 可以說是 排第五 現在排第五最高的一個演員 他的成就的而且 無可口非 就是 說是 相當之成功 而且他的行業 就是吸引這些 觀眾去看 大量的觀眾去看 我自己 就 作了一些 或者其中一些特色 和你心裡想的 都是一樣的 但我自己本身 就有三個特色 我自己覺得 成龍 你等一下 不好意思 助手剛剛走開了 真的嗎 可以把音樂轉動嗎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現在 就準備了三點 我自己認為 他是為什麼 吸引到美國的觀眾 在這個 荷里活 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 他是一個 很懂得做生意的人 一個 如果看回他的出生 他是一個很卑微的出生 一個窮人的家 他在日本書上寫話 甚至乎他爸爸媽媽 考慮過 是有人提出 是賣了他 他小時候 因為 他是一個很巨大的寶寶 一個巨型的寶寶 好像有12磅 那麼厲害 而當時生的時候 他媽媽 是相當之辛苦 而且 他說 可不可以開刀 醫生 就說開刀要300元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醫生說 如果你想免費開刀 我們可以提供給你的 但那個嬰兒就要交給我們 基本上賣了一個兒子 他說他父母 其實原來是有想過一點 不過他們覺得 因為自己的年紀都已經大了 如果這個嬰兒 不保持著他的話 將來可能生不到第二個嬰兒 這個意思 所以他最後還是保持了 所以他的出生是相當之卑微 家裡沒什麼錢 但是他現在 變成了在美國 一個 他說他現在 基本上拿著一張黑色的MX 一張黑色的MX 就是不用簽名的 不用簽名的 因為每個人一拿出來 就知道 認得出他是Jacky Chan 也沒有限額的 沒有限額的 他喜歡買什麼都可以 所以由一個 完全好卑微的 連父母都 差不多想著 放棄他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 竟然 現在可以掌握到 那麼多的物質 那麼多的地位 又有名 又有錢 又有勢力 所以這個故事 其實很多美國人 我們美國的精神 都是有一個 美國夢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就是觸碰到 可以觸碰到 美國人的心 裡面的 想法 第二 就是我認為 他是相當之 勤力一個人 因為很多人 如果他們賺了 成龍的 十分之一的錢 都已經 探世界了 不再做了 他們會想著 做這麼辛苦 做什麼 這些錢 用我十勢 都用不完 就已經不做事 但是現在看到 成龍的生活 都仍然是多姿多彩 亦都有很多的範疇 就是 保持自己很忙 很勤力的 在美國那裡 有些人誤解 覺得 美國人 他們的體積這麼大 一定是很懶的 又經常吃這麼多的 增食物 但是其實 這是一種的 錯誤 很多美國人 其實都是 算是勤力的 勤力 而且 這種的觀念 就是 我們在法庭 可以看得出 如果很多陪審員 覺得 有個 原告人 如果他是坐在一邊 不做事 只是想要求 陪審員 去判 給一些賠償 的話 其實陪審員 是對這些人很反感的 反而 有些人 受傷之後 都繼續去工作 又或者 不放棄他們的事業 他們反而 會給多些同情分 這些原告人 所以 美國人 對這個 努力 是很重視的 第三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個人主義 所謂的 Rugged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 就是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 可以觸摸到 美國人的價值觀 因為很多美國人 都是 很重視 個人主義 就 不喜歡 聽別人說話 不喜歡 聽別人說話 所以 我自己覺得 他的性格 也有特色 所以 這三件事 為什麼 成龍 可以吸引到 美國的觀眾 你對這三方面 又怎樣看法 第一 你說他出生 比較卑微 但是 他可以一步一個腳印 走到目前的景地 華人圈 甚至整個 國際社會 都認識到 就是Jacky Chan 就是成龍 那本書裡面 有沒有說到 其實他成功 過程當中 最主要靠一些什麼 靠製餘 還是靠人製 還是 是剛才你所說的 是靠自己的努力 在書裡面 講到一個很關鍵 他的成就 就是他的生涯 演理生涯 一個很關鍵的點 就是李小龍 大家都知道 李小龍 也是另一個很出名的 傳奇的人物 武術家 他就說 當他剛剛出生 就是剛剛 入行的時候 他曾經 都幫李小龍 做過一些替身 工作 他也很崇拜 這位超級巨星 但是 突然之間 李小龍 就過世了 當時 在香港 很多人 都有一種 感覺就是 如果不是李小龍 做的 我們就不看了 所以 突然之間 有一段時間 是這個 沒有打電影 就是 票房 是很差的 他失了一個人 觀眾覺得 不關 你找誰來做 都不適合看 所以 成龍 就在這個影子 那裡 就開始 他的生涯 很多人都覺得 你都不是 李小龍 你都不好看 我喜歡看 李小龍 但是李小龍 就不在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 很大的改變 就是 他覺得 李小龍的戲 經常都大喊 哇 即是說 很硬氣 很整 好像一個很英雄的形象 他就覺得 他不可以走這條形象 不可以走這條路 因為如果走這條路 他永遠都覺得 李小龍是 李小龍的翻版 所以他就覺得 應該走這條路 我是一個 平常人 普通人 所以他叫的時候 很多時候 哎呀 打了一拳 哎呀 好痛啊 哎呀 很痛 即是說 用一個小小的 搞笑 而且他是一個 比較有弱點的 正常 普通人 他也會痛 他也會 有時候會打輸 不是每次都 好像李小龍 打贏了 威了 所以這件事 令到他 建立了一個 獨特的風格 就是屬於成龍自己的變身 成龍的風格 對 有些搞笑的成份 有些是很隨和的成份 即是他不是一個 武打的高手 即是他是一個普通人 但他懂得怎樣 運用他的身體 技術 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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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一個港產片迷 我記得他當年會錄很多 就是有成龍 包括其他的許冠傑 或者許冠英的電影 所以成龍很早期的電影 即他當時還很年輕的時候 我是有看過的 他當時的表演風格 就像你所說的 他是一個平常形的模式 他不是一個武林高手 但是遇到事件之後 有時候要頂硬上 有時候要走甲 的確是挺吸引觀眾 因為是挺搞笑的一個場面 但是也有武打場面 所以整個場面 是不會覺得很沉悶 但是又沒有李小龍那種 這麼光硬 這麼強硬 正氣的風 所以其實很適合 當時的小節目去看 這一點 我們可以總結到 其實他的成功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他懂得捉到路 即是懂得創新 我想他是一個很好的生意人 如果你說要他 賺到他這麼多的錢 如果你不懂得做生意 你根本是不可能可以 擁有到他的財富 他一定是一個很精明的生意人 捉到路就是 生意人需要做的事情 不斷地去 就著這個時代去改變 而去進化他們做生意的模式 在書裡面其實也有說過很多不同的 關鍵時候 在他的生涯那裡 審律師 你出庭比較多 其實在打官司的過程當中 成龍這些創新性的風格 對於一個律師 或者對於一個 被人審的人也好 或者是一個月告人也好 有沒有幫助呢 會不會更吸引陪審團的眼球之後 是會獲得更多的同情 或者獲得更多的好處 當然 如果要突出的 那也是我們覺得 怎樣說呢 我之前記得你提過一個風格 你可以用一些很張揚的方式 去發表你的言論 去吸引陪審團的眼光 或者可以做一些很花生的東西 例如我們有電腦的環燈片 slideshow show 給大家看當時的 或者有些是動畫 或者什麼場景 去吸引陪審團 或者法官的眼光 等大家去關注這件事 那其實是不是就跟成龍這些 創新性的思維有關 是 你稍等 好嗎 好嗎 好 不好意思 我想吸引眼光 當然就是一個電影人需要做到的事情 OK 而且一個出庭律師也是一樣 OK 也都要吸引到眼球 OK 這件事是很重要 現在我做YouTuber 也是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幾個行業 我覺得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怎樣可以吸引客人 眼球 就是 如果看了一部成龍的電影 之後 觀眾就說 究竟下一部什麼時候才推出 有這樣的期待 有些人 譬如比較周潤發 因為周潤發也是拍過 荷里活的電影 很多人看過他 覺得很好看 譬如俄虎藏龍 但看完之後 他覺得是一種很好的藝術品 但他會不會有那種期待 即是說 下次什麼時候 發過又拍一部荷里活電影 始終都沒有成龍那種 號召的力量 號召的力量 我想也是要說回 剛剛 因為成龍那些電影 他獨特之處 就是他真的抓到 美國觀眾 那種想要的東西 那種需求 他們想想看到的東西 就是他們想不斷地回去看 他們覺得 這種 對他們來說 很有趣 很想要的 這個Chinese man 他是不放下 他的Chinese那種的pride 很多Chinese人就會覺得 我們要保持著面子 我要裝鬼佬 我們不是裝鬼佬 我覺得 就是保持著面子 我們要 不可以 倒下 不可以倒下 不可以倒下 不可以 像個小丑一樣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有尊嚴 對嗎 可以拍壞自己 他沒有那種束縛 沒有那種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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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兩方面 人們都有他們的理據 第一 就是我們中國人 經常被人 詆毀 我們如果拍戲的時候 我們 就應該要著重 英雄那一方面 要建立我們 一個Hero 不是像個小丑一樣 跳來跳去 搞來搞去 但是 另一方面 去想 就是 他是一個生意 做生意的人 他是拍一齣戲 他是想觀眾 期待 去拍下一齣戲 再拍下一齣戲 有市場 要翻轉頭 還有可以提供到 消費者他們的需要 我們其實做出庭律師 如果有一個束縛在這裏 經常都覺得我們要 很有禮貌 因為中國人也很重視禮貌 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覺得 哇 你罵蕭若元 人家差十幾歲 你才三十幾歲 你這麼年輕 去罵一個人 又不夠班 又不夠班 又或者有沒有尊敬 有沒有一個禮貌 在這裏 我想告訴你 在美國這個 Rugged Individualism 所有的個人主義 就是我們會覺得 我們不需要靠任何人 是self-reliant 就是說成龍的一種態度 就是 我是不需要怎樣去care 太重視你們的 怎樣看我 我有自己的風格 我有自己的風格 搞笑的是 觀眾想看我做的事 我不會理會其他人 怎樣去批評我 那這種態度 我才覺得 是真的可以反射回 美國人 那種的思想 他們覺得 他就是我們 成龍 好像我一樣 你說你拍出成龍 做英雄 大英雄的電影 美國人可能 不太想看了 因為對他們來說 娛樂性不在 你明白嗎 我們有太多 Superhero 即是說 Superhero 是可以做Superhero 但是做的方式 是你要吸引到人 覺得你是做得來 亦都是很搞笑 又或者我是真的 看完這齣電影 花了一個半小時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Enjoy Enjoy 所以這件事 就是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美國人 會覺得 他是 一個 挺好的 Entertainer 一個 娛樂性 相當之高的 一個 演員 可以這樣說 那就是 一來他有自己的 個人性風格 第二 他要創新 不是跟著你小龍的路 對 暗線總結了第三點 就是 不需要你和別人說什麼 對 按照自己的路行 有時候可以去挑戰權威 我不一定按照傳統的風格去做事 或者打破一些條條框 就是一個成功的關鍵 剛才提到的第二點 也有提到 成功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是很勤力 我自己來說 很勤力的人 是不是應該是 燒衣幹食 三間起床 五間還沒睡 那書裡面 又如何形容他這方面 很勤力的焦點 我想書裡面 他現在六十四歲 是不是 他現在六十四歲 他做了出來的成就 是可以說 可以是三四個人 一生人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他一個人 可以做幾個人的工作 就是他 又是一個特技的專家 是不是 武術專家 特技專家 他也是一個慈善家 就是書裡面寫說 他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做慈善家 是不是 他有時候 會拍攝自己的電影 做導演 有時候 只是做演員 不做指導 是不是 他有扮演過很多角色 甚至是唱歌 他喜歡唱歌 甚至有師傅教他怎樣唱歌 所以有很多飯 他也是生意人 所以他會做很多不同的產品 他試過做Jackie Chan的紅酒 他品牌的衣服 大家都知道 有這個 是很多飯 不同的東西 他是不停的 如果你說 在現今的心理學 有些人會覺得 這些人是hyperactive 就是過份活躍 有些過份活躍症 就是他停不了 在書裡面說 如果想不通一件事 就一直在做運動 就是把那種情緒 從運動發洩出來 所以他看到很多人 沒有他那麼勤力的人 他根本是潮不上 他不明白 他經常跟兒子說 就是什麼都不讓他 因為他想去鍛鍊到他那種 個人的self-reliant 那種individualism 就是他自己想 自己的理念很strong 他想他的兒子也是一樣 好像他那樣 所以那種勤力的精神 我自己覺得是不可以缺少的 如果要有他這樣的成就的話 因為他基本上 現在時時都會有新片出 並沒有一個停歇的腳步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做這個舞打演員 周身都是想 其實如果你做到五十幾六十歲 很少人會 那麼多身家的情況下 竟然那麼拼薄 是啊 沒有啊 你比較起 譬如周潤發 李連傑那些 現在都很少出來再拍戲 他們可能會整個年紀差不多 基本上一兩年一兩年 他就會有一部新片出來 是啊 我對上一次看他出戲 就是關於他 好像一個恐襲的受害者 一個是失去了女兒的爸爸 一個失去了女兒的爸爸 親眼看到女兒被人炸死了 然後要去歐洲還是哪裡 去找回那些恐怖的分子出來 打他一鍋 其實也一樣 娛樂性相當高 這次搞笑就少了一點 因為算是一個認真的一出電影 但是其實之前我們看回他那個 東京那個出是 東嗎 不是東京 叫什麼 中文叫Sunjuku 就是說 就是說 他跟Daniel Wu拍過的 吳彥祖拍過的 在日本的出 其實那一出已經開始 我自己覺得他也是試圖 想做一個轉變 一個轉變 就是藝書裡面也提過 他想轉變 就是他不想做一個 懂演技的功夫的武術家 他想做一個 懂功夫的演員 所以他是想重視演技方面 其實演技也沒有問題 但是可能因為他想打小一點 或者他自己知道 現在的市場已經飽和了 在武術方面 他提過 很多美國荷里活 現在他們都有自己的隊伍 就是負責做武道指揮 那些 基本上好像 Copy香港的電影 那種文化 所以現在已經不再需要 去請武術指導 在香港 他們自己 in-house 自己都做得到 所以如果要競爭 和荷里活 競爭的話 這個成龍 想到 就一定要 改變回我們的風格 現在將 我們的 武術的影片 就是融合回 我們在美國的市場 現在銷售到的 一些電影 因為之前看 你剛才說的那一部電影 你會感覺到成龍 是多了很多內心氣 包括他女兒死了那一陣子 包括他想去捉住 那個真空的時候 他的眼神 都凌理了很多 就不是好像以前 他很早 在八十年代 看到他的電影 他在八十年代 所拍的電影的時候 是一個 傻奸奸的 一個小火紙 是完全不同風格的 是啊 其實他現在這本書的 title 就是Never Grow Up 就是長不大的小孩 也是符合回 當然 也有諮詢過 諮詢過一些 形象設計專家 我自己覺得 這是無可否認的 每當你出書 或者其他 你也要 諮詢一下 究竟 怎樣去 將所有裡面的故事 去 建造一個主題出來 這些我們經常 也會考慮到 幫客人建立一個主題出來 是正面的 是正面的 雖然裡面很多的故事 如果大家看到 他小時候 經常喜歡去打架 人們說一兩句話 他不喜歡的 就去打人 也不是一個好的學生 不聽話 所以到現在 他是不懂字的 他說 他不懂字 他寫不到字 他連自己的名字也有困難 所以 他有很多的弱點 其實 他作為一個人 他有一個相當之多缺點 不是弱點 可以說是缺點 我們世俗的人 會覺得 又喜歡打架 又不上學 又不懂得寫字 這些人 我們在我們的社會 是會看低他的 會排斥他的 但往往就是因為 他這個精神 反而令到他 可以打入這個荷里活 有那種 打不死的精神 亦都不怕衰 所以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相當之特別的 一個人物 所以其實第二點 又可以總結得出 一個人要成功 在成龍的身上 可以看到 第一要勤力 那沈老師 對這件事的年輕人來說 應該有什麼告解 關於勤力這一點 我想勤力就是 我會用充實這個字 因為勤力說真的 勤力的人不少 我知道灣區三何時外居 很多都很勤力 很多都是一早起床 例如你賣點心 一早五點鐘 天未光就開始包雲吞 就是說 我灣區的華人 很多都很勤力 但是那種勤力 就不像成龍這種勤力 我自己覺得 成龍那種勤力 是 他是想嘗試不同的事情 他不喜歡浪費時間 不喜歡浪費時間 他會不斷想下一步 應該做什麼 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我現在有些空隙 應該可以做什麼 他會把他的時間 很充實地去 利用 他覺得如果不做事 是很浪費 他的人生 我會用一個充實的 因為如果你勤力 你每天都是做同一件事 你的生活不會改變 你的人也不會 增加到 所以肯定是 一味好像一隻牛一樣做 我就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些 你覺得很享受 很喜歡的東西 然後去充實自己的生活 這一點我就是 絕對贊成的 另外你剛才還提到一點 就是不怕壞 打不死 小強精神 這一點又怎樣說 打不死這個 最近蕭若元網紅 就說 介紹了AQ 除了IQ和EQ以外 要成功 也都要嘗試 要可以面對這個挫折 面對可以從失敗 再站起來 最近也聽到八卦新聞 就是蕭若元的兒子 蕭定一 那間公司的股價跌了80% 跌了80% 就是十幾億 就蒸化了 所以這一種 我自己覺得 怎樣說呢 就是 如果 他的兒子有聽他爸爸的講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他爸爸的講話 但是就是你的AQ有多高 你可不可以 逆境的時候 即是你家公司 快要面臨破產或倒閉 都可以抱著一個樂觀的態度 樂觀的精神 可以向好那邊去想 在成龍那本書裡面 其實很多這些愚蠢的例子 就是他 基本上可以抄笑自己 就說有很多事情發生在他身上 他很多時候都 對他的打擊不是很大的 譬如 像做慈善一樣 他就跟杜吉鋒聊聊聊天 突然之間杜吉鋒說 下一個應該是你要Bit的了 他說Bit什麼 我也不知道在賣什麼 然後突然間有人推他出來 就說 成龍現在拍賣一百萬 然後他就說 一百萬? 是嗎? 然後他就說 馬上走了 現在不對勁 他剛剛起床的時候 有人說 Going once Going twice So 這件事就賣了給成龍 他就寫下他的名字 你寄到我這裡 麻煩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賣什麼 然後他回到家 人家送了一張 一張很古老的收藏畫 是一隻馬 一張毛筆畫 是很有收藏價值 而且價值也是相當之厲害的 他說他沒有問過多少錢 但是他現在已經是 人家告訴他 是值很多很多錢 這張毛筆畫 就是他兒子跟他說 爸爸你走了 你一元都不用留給我 你只留這張毛筆畫給我 就可以了 所以 就從他這麼愚蠢的做法 竟然可以買到一件物件回來 是他兒子覺得 應該 如果我爸爸什麼都不留給我 只留這張毛筆畫 就足夠了 他代表了 他爸爸 在他兒子的心裡 代表了他爸爸 這真是很阿Q的精神 如果不是成龍的話 如果不是成龍的話 可能會反面 反面 拍檯 拍檯 發生氣 你屈我的錢 是吧 如果AQ較低的人 這個AQ AQ就是在這個場合表露出來 他的AQ就是 哎呀厲害 你推我出來買這件物件 算吧 你寄他去我家 我現在大炒大鬧 都沒有用 人家都已經 拼了取說是我的 那我也要買 對 誰叫我有這個朋友 對 但是 誰知道 原來他的友情 怎樣 可以幫他買到一件這麼值錢 不單是 反而會撿到寶 撿到一件寶 對 所以 又有另外一個例子 也很搞笑 他說有一次拍戲 他說 我想請王菲去拍這齣戲 因為我覺得我很欣賞他唱歌 唱得很好聽 他就叫他的助手 你可不可以幫我聯絡王菲 看看他肯不肯合作 那助手說 我沒有聽過王菲這個人 那盛龍就說 OK 我串給你了 FAY WONG OK FAY WONG 那助手說 OKOK 我現在幫你去搜查 然後助手回來說 阿盛龍 現在可以了 他說YES 咦 真的嗎 王菲說YES 他現在快來到外面了 成龍很高興 走出去 期望是王菲 為什麼他走出去 女人不同 他說 女人見到他 喔 Jacky 我很仰慕你 很感謝你邀請我 和你合作 你請了誰 你請了誰回來的 然後助手說 你叫我找 FAY WONG 原來在新加坡有一個很出名的女演員 叫做FAN WONG 叫做FAN WONG FAN WONG 當時知名度也很高 他就說 你找了這個回來 FAN WONG 不是飛翁 那算了 人家都來了 一場來了 不是趙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是一個 怎樣說 又是一個很AQ 很高興 很多人覺得 這是一個 難題 這是一個很挫折 我原本想請這個 演員 很多人會覺得 我解僱了你這個助手 這麼沒用的 我明明叫你請這個 你請了那個 但是 他最後都有用 而且他的效果也不錯 也不錯 所以 我想 他的人生 就是抱著這個 打不死的精神 就是 他覺得 其實他做這些 替身的工作 以自己的身體 他的生命 基本上都已經覺得 是貢獻了給電影 所以有很多時候 他真的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開 尤其是錢人 有很多人傳他 說你很孤寒 你連自己的女兒也不照顧 但是在書裡 就不是這樣描寫 他 不是一個孤寒的人 其實也會有些 主導過來就吃 或者會有些更好效果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很多人會很灰 遇到一些負面的送食 或者負面失食 就是 哎呀死了 怎麼辦 沒有了 但是成龍會被人很樂觀 哦 既然是這樣 那就嘗試這樣 看看會不會有另一片的新天地 就是古雨又雲 可能是 車倒山前必有路 對嗎 對 我想他經常都是抱著這種心態 他說他唯一一次 他不可以原諒朋友 就是有個朋友出賣了他 他說這個朋友 原本我幫他修理羅斯萊斯的 Rose Royce 他就 給了錢 這個朋友 他說 你幫我訂購零件 幫我修理羅斯 Royce 對吧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 他發現 不對路 好像那些朋友訂購 都不是Rose Royce的零件 然後有其他人 就跟他說 喂 你的朋友現在很不行 有問題 可能等錢花 你小心點 好啦 很難你錢 成龍就覺得 他就直接面對面 去問這個朋友 他說 喂 你現在是不是不行啊 你有什麼問題 你跟我說啊 你出聲啊 那朋友說沒有啊 沒什麼不行啊 OK啊 然後他說 不如這樣吧 你的Banley 大B Banley 也有點舊了 成龍 不如我幫你去 做個新的回來 你trade in了你舊的 加多些錢 那我就做一部全新的給你 好嗎 然後Banley那邊也答應 做一個Jackie Chan的Version 是不是 就是 只是屬於你 就是Jackie Chan 的Banley 那成龍說 OK 就給了一大筆錢 誰知道 他的朋友拿他的筆錢 就走了老 沒有幫他買到 這部的Banley OK 那一次 他就不可以原諒這個朋友 就要去法庭告他 OK 因為他說 他當他是兄弟 是不是 當他是朋友 但是誰知道 他被他出賣了 你當他是契弟 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反映到 其實 有時候 在某些情況 他對他的朋友 就很大方 很Generous 但是他在這個例子 他告訴別人 就是 如果我當你是朋友 你不當我朋友 的話 我也可以做到絕情 OK 因為你不要當我是一個傻子 所以他有那種心理 可以這樣說 OK 嗯哼 你以前也歸納了 就是成龍 都算是一個感愛感恨的人 可以這樣說 大乘大乘 是的 他在成功當中 因為我們經常聽說 成龍是有很多的兄弟伴 出生的時候 都是和兄弟同出同入 在書裡面都說到 他曾經在一年 花了差不多兩百多萬的美金 去講Dollars計 就是和兄弟出去 喝喝吃吃喝喝吃吃的 那其實 在成龍的成功過程當中 人際關係 有沒有發揮一個重要的作用 是的 我想 在書裡面 就說 他出出入入 都是一班特技演員 跟著他去賺錢 他說他不喜歡一個人 他說 他是很討厭一個人吃飯 所以他每次吃飯都可以 帶一班人出來 很熱鬧的 去吃飯 他說其實 他自己也不記得 什麼時候是和他太太和兒子 三個人坐下吃飯 他也不記得了 上次是什麼時候 所以他在書裡 也是很公開地去討論 自己的一些失敗之處 一些缺點 OK 但是 但是 他就因為 他那個人 有這麼多朋友 在他身邊 保護著他 譬如他受傷 那些人也是照顧他 譬如有些粉絲 他們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情 他身邊的 新人 即是這些 特技演員 其實都好像差不多 他的保鏢一樣 這些人 因為他的新手又好 就立即出手去阻止 這些粉絲 他身邊的確是有一些 守護著他的人 不管是他的班底也好 他的朋友也好 我覺得這件事 他不會在這些人沽寒 我自己覺得 他在書裡也說 他花費是很驚人的 譬如他去百貨公司買東西 他就說 這些鞋子 不要這雙 不要這雙 其他那些全部都包起來 買三個也是 我不要這件 不要這件 其他那些都包起來 這樣 所以 他買東西是一個很豪放 很豪的一個人 這個也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他對錢 不是看得那麼重 他就 對他來說 他不會覺得肉赤 他不是看這件事 有些有錢人 他們越有錢 反而他們的生活 越來越沽寒 生活越來越 哲劍 哲劍 所以他不是這樣的人 我是欣賞的 其實我也是差不多 好像這樣 我代表灣區的年輕人 發問 當我沒有錢的時候 怎樣可以 好像成龍那樣 活到成龍那樣 我是怎樣 我是一個被喷困 療倒的人 我現在是沒有錢的 我是只有難民一條 我怎樣可以 模仿成龍的腳步 可以成為一個有成就的人 你剛才說到 你一定要很慷慨 身邊有很大班兄弟 這些謙計其實都是要花錢的 都要的 如果平民百姓 我怎樣可以去follow他這條路徑呢 如果平民百姓 我會有這樣的建議 就是 不要太過重視其他人 對你怎樣看 因為如果 譬如你 他當時 用回李小龍的例子 來說 當時每一個人 都想有另一個李小龍 你明白嗎 當時你可以想像一下 那種震撼感 就是每個人都很崇拜 很尊重 而且很喜歡這個李小龍 覺得李小龍這個人物 根本是非人可以做得到的事 不是人做得到的事 他們很想有另一個李小龍出來 這是每一個人的期望 如果當時 成龍去拍戲的話 每個人都說 你當然要抄回李小龍的出 那種算是可以賣的 猛龍過綱 你又要去打鬼佬 然後打完鬼佬 打完日本人 打完日本人 打你打黑人 那種方法 就是當時盛行的 武術電影的方法 但是他 他嘗試過 亦都不行 他不行的 你一定要變通 你一定要改變 就是你要想到 那種改變的方式 然後你又敢去做出來 就是做一些比較搞笑 或者什麼 可能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不接受 可能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你把中國功夫 搞到好像在馬戲團 那樣 很多人覺得 這些不是正統的 武術電影 但是看得多 看得多 有多好笑 有多娛樂 然後人們開始 看得多娛樂 但是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 始終那些人 對這件事 還是有些偏見 對他的風格 有些偏見 很多人都覺得 李小龍一定比他好 但是這些 我想是要 時間再久一點 那些人才 看回頭 才發現原來不是 原來成龍這個風格 都可以成為主流的武術風格 但是因為 李小龍那種影響力 實在是太厲害了 所以他 是超過了很多其他的 武術家 或者武術演員 是完全在他的影子之下 很多人都忽略了 或者低估了 成龍的成就 我想就是 很多時候這一點 如果你說 我想給年輕人 或者普通人的建議 就是 你嘗試一下 尋找自己的風格 風格和風格 跟其他不同 因為跟其他不同 你不需要一定說 飆其立眼 但不需要令自己很噁心 去令人注意你 有很多網紅 真的做到超噁心 但是 問題就是 你要考慮到 你的觀眾 如何期待 下星期再看你 你也要 做一個底線 給自己 例如 沈台長 我的底線就是 有人說 沈台長 你看你幾件石頭 不如你脫衣 脫衣 你說 你是不是要多觀看 你是不是要多幾千個人看你的影片 你脫衣 有人提供過 給我這樣說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你始終有條底線 我不是大肉 你要畫一條線 然後 當你的線畫了 你對自己 過得到自己的關 有個交代 有些人脫衣 我不是說 不可以脫衣 有些人脫衣 他們 是會 真的 幫助到他們 但對我 我自己來說 這是回到說 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 不是說 你很自私 或者自利 不是那個意思 個人主義的意思 就是 你不需要 理會太多 官方的立場 或者 世俗的人的看法 我們有自己的信念 可能 成龍 當時說 不如我做搞笑 如果搞笑不行 他有可能會想到 下一條路 不斷地變化 這樣才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不會浪費時間 的一個做法 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譬如 我想賣 現在每個人都賣 波巴奶茶 我又賣 波巴奶茶 人家怎樣做 我就跟著他怎樣做 其實 在做生意 我自己覺得 或者自己創業 不可以這樣 你一定要有獨特 為何人要來找你 因為你的風格是不同的 與眾不同 與別不同 不要太擔心 如果壞了 就別人笑 不要緊 這就是AQ 所以 為何招堂先奶 突然爆紅的原因 對 對 始終都要有些人 有一個人 第一個人 去做這些新的 嘗試 我們才可以找到 一些新的市場 但是又有人會說 我辛辛苦苦想了一些 新的招數出來 怎樣可以被別人抄襲 我們其實市面上 看不到 跟成龍同一種Style的表演 你講不講 基本上是沒有這種風格 有一點搞笑 又可以打得 這件事 就是 為何我會建議 觀眾去買這本書 就是 我講了這麼多 關於他這本書的東西 但是 我有一件事 是專程不會說的 就是他這本書有一個 有一個方程式 就告訴別人 為何我的電影這麼成功 然後 如果你看回他之前 例如 《Shanghai Noon》 或者《Rush Hour》 這些荷里活的巨片 很成功的巨作 你會看到 咦 他真的採用ABCDE 這幾樣的元素 在裡面 這件事 我覺得是他本書 最值錢的 所以我就不會公開 因為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我就真的賭他的米 我不會賭他的米 我會建議觀眾 真的買一本書 來自己看看 究竟他的 formula 尤其是如果你是喜歡媒體 或者喜歡做演藝 或者喜歡這類型的東西 喜歡電影 那 只看那一部分 都已經值回那個書價 因為 是他自己 獨創出來的一種武功 可以這麼說 ABCDE 但是你說如果用在2018年 就未必一定適合 因為這個武功 時代不同了 現在的特技 真的很厲害 所以 所以 是那個年代 他的成功的秘訣 可以這麼說 沈律師 看完這本書之後 有沒有你自己的 formula 在網台 或者是一個其他的事業 例如做律師方面 有一個新的 formula 啟發 這個配分 其實啟發 當然我是 我每看一本書 我都會有啟發的 看書的好處就是 你吸收別人的思想 一些理念 我想我從成龍的這本書 吸收到出來的就是 有時候 你一個blunt truth blunt truth的意思就是 不要掩飾一些事實 一些真的事 不要怕別人怎麼說 然後你就想遮遮掩掩 又或者有什麼修飾 他那本書有用操俗的語言 有些語言是比較 有些人會覺得 low class 但是反而 如果你說是Jackie Chan寫的書 反而有些人會覺得 是 reflect回 她的人生的背景 譬如說她是不識字的 她是不識字的 很明顯這本書是別人幫她打出來的 但是她裡面的內容 你可以真的感受到 一個人的聲音 是她說的 雖然是英文寫的 我看過版本的英文 不知道會不會有中文 但是我會看到 有很多真實的東西 她會暴露出來 就是 如果 一個普通人這樣說的話 就會受到很嚴重的批評 但是 譬如說她 開始的時候 會跟妓女有關係 她叫這個女生 叫Number Nine 因為她連她的真名都不知道 OK 但是她會說 她有一陣子很喜歡喝酒 經常都跟朋友去抱 喝到眼睛又腫了 第二天要帶著黑超去拍戲 那些其實是 你這樣說出來 別人覺得 好看不起你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的演員 但是她又不怕說出來 因為這些對她來說 是 她也是 她也說過 她媽媽是 賣毒 她媽媽 未生她出來 之前 在上海 原來是一個 地下組織的一份子 又賣鴉片 所以這些資料 很多人都會 收起來 不要說出來 這麼醜 但是 在成龍說出來 反而 人們覺得她是不害怕的 I'm not scared I'm not scared to say it 然後 說出來 震撼了 爆了出來 反而 人們會覺得 He's just a human 她是有Human的部分 如果你說我是一個 出庭律師 如果成龍是我的Client 怎麼說 怎樣去辯護 就是 她是一個人 人都會 都會有七情六欲 有錯的 有時候也都會 有些弱點 譬如她是沉迷女色 這一點她從來都沒有 掩飾過 她從來都沒有說 她只有一個女人 很忠心 反而她會有一點點 像自己研究自己的心理一樣 就是 我小時候 很多人都說 女人欺騙男人的錢 我很多朋友 都被女人欺騙到 一元都沒有 所以她會用回 一些她出生的背景 去解釋 為什麼 她對某些女人 看起來很絕情 我想從女人的角度 你又怎樣看法呢 Bowie 你會不會同情她呢 從女人的角度來看 你是指 從成龍去看女人的角度 不是 從女人的角度 給她現在說 這個大家很juicy的 吳以利 和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 一個同性戀者 最近也很高調地 和另一位女人結婚 這個是成龍的女兒 她不認 但是 每個人都知道是她的女兒 那你從女人的看法 你覺得 這個男人 這個爸爸 是怎樣呢 你自己覺得 如果你有個爸爸這樣的話 你會覺得怎樣呢 如果這個不是我的爸爸 單純我看一個男人來說的話 我真的覺得他是somebody 因為這本書裡面 她都會提過 她有很多個女朋友 她甚至呢 人生一個很大的樂趣 就是嫖 她跟她睡過的女人 是不計其數的 而且她當時還說 在情感上 她抱著玩玩的態度 是啊 當時有人問她 那麽多個女人 為何你會選了 和林鳳嬌結婚 她當時的回答就是 她有了 所以說 你生下來吧 我和你結婚吧 嗯 好像是 某一個心態 某一個 你有著 我也想要一個嬰兒 那你和我生下來吧 那所以 你又可以令到 那麽多女人 死心塌地地跟著你 我覺得她真是一個人物來的 但你說 如果是作為一個父親 或者作為自己的另一半來說 相信很多女人 都會覺得比較深淡一點 那當然 她的成龍 會有否釋自己 即是否釋自己的情感上 都不是太當女人是一回事 她反而是很注重兄弟情 你記不記得 成龍有一段感情 是和一個非常出名的歌星 歌星嗎 我不是很清楚 台灣的歌星 鄧麗君 是的 書的路也有提過 是的 鄧麗君 鄧麗君也有說 為何她最終會和成龍分開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成龍出親去吃飯 但不可能是二人世界的 肯定整個圍桌 或者包幾圍桌 是不可能兩人撒海球的 也有她的兄弟 我們看過其他的報道 有她成家班的兄弟 去說說 為何鄧麗君最終沒有成為他們的大嫂 因為成龍有一段時間 是非常非常迷鄧麗君的 為何沒有呢 為何反而是臨鳳嬌呢 那她這些成家班的兄弟 她說到 臨鳳嬌她真的像一個大嫂 嗯 OK 因為成龍是一個大哥 是無用質疑的了 就是臨鳳嬌她表現出來的那種豁達 我不會說 你今晚沒有陪我吃飯 然後我跟你翻臉 你陪了兄弟 我翻臉 或者你幫了兄弟 因為現在很多 男女之間的感情關係 會有很多的死檔 我不知道沈麗絲有沒有遇過 是的 當你兄弟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的女朋友是反對的 那你怎麽做呢 是吧 你怎麽做呢 左右為難 如果以兄弟情義的人來說 我覺得 這個女人應該被過世了 左右為難 當然 很多正常的男性來說 她可能 兩邊都不知怎麽去平衡 對於成龍來說 她可能就直接把你的女人忽略了 嗯 嗯 嗯 我懂得說 她是比較極端的做法 對啦 她就直接忽略了 或者是pass了 那就會有些 給我的感覺 有些像什麽呢 有些像 我不清楚 沈麗絲有沒有了解過 歷史上 某一個 朝代的帝王 是誰呢 魯爾哈赤 清朝的 清朝的 清朝的開國元祖 哦是嗎 魯爾哈赤 是 她當時是從一個 怎樣說呢 一個是散兵 一個總兵 身邊的散兵仔 一路靠自己的奮鬥 統一了整個邊疆 然後再入侵中 當然她不是最後平靜中原那個 但是她是為後面的子子孫孫 是打好一個很好的基礎 那你看這個人物 就有點像成龍 嗯 她是一個兄弟情義很重的人 是啊 她是一個事業心很重的人 她明白自己的目標 反而很多女人就成為她一種沉陀 嗯 是啊 所以如果你說我只看成龍這個男人 當然為什麼她會這麼 你說是吸引美國人 我相信她也非常吸引女人 因為她是一個做大事的人 一個是有一個自己全盤計劃的人 當然是非常吸引女性的眼光 但是你說 作為一個爸爸來說的話 可能她對於魯爾利的女兒 給她的愛會比較少 但是又不可以怪人的 因為魯爾利很明顯 當初你剛才所說的 是啊 成龍有提到 如果這個女人是因為金錢 跟她在一起的情況下 嗯 那麼她多多少少都是有些看輕 那魯爾利會不會有這種成分 我不清楚 但是當時成龍出來 去澄清這件事情 去解釋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說了一句說話 她說 她犯了一個天底下男人 都會犯的錯誤 哦 是啊 這本書也有用過一句 就是 她做了一個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的錯誤 有時男人是會花心 會有些少少覺得自己身邊的人很悶 去到處看看 這是男人的心理 你不如偷偷 不如偷不等 第一 我審台獎 我的界線 就是我真的不喜歡說八卦的事情 別人那些 我真的不喜歡說 但是我會 描述我剛剛說的主題 就是她的個人主意 她的個人主意 就是 她自己覺得 如果我個人都可以這麼成功 大哥 我在說我出生的時候 媽媽都沒有錢 生我出來 是嗎 偷偷運鴉片 是用我自己的勞力 我自己真的去搏 去搏回來的 這些所有的事情 是一個很個人主義 很重的人 你明白嗎 所以她會覺得 譬如你是我的女人 你是不是應該 如果是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 美國這裏 就會覺得 喂女人 你就可以找事 找事 你應該認識你自己的成績 你說 你跟我生了女兒 女兒也是你的 你現在是不是沒有飯開 你在香港住的人 女人 你有手有腳 怎麼會是需要靠成龍 沒有一個人 是會需要靠任何人 在她的思想裏 如果你真的願意 生這個嬰兒下來 基本上你已經是要照顧她 而且她的女兒已經是成人 成年人 好像剛才轉18歲 還是19歲 19歲 所以也是一個成年人 你有手有腳 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 你是一個女人 有平等的機會 為什麼你要靠我 為什麼你要靠我 他在書中說 我身體每一個部位都列過 都差不多 每一條骨都可以瘦 脫頭脫骨 她說她現在還是很辛苦 她走一路 突然間她的關節會鬆 要自己卡進去 她可能 如果是從她這樣的經歷 可以這麼說 我是完全理解 為什麼她會對她的家人這樣 因為你對自己最愛的人 才想她們有你的力 她的力量就是 她是不靠任何人的 她是很個人主義 可以自立 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 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不僅是生存 還可以做一個很成功的人 很出色 她想身邊的人 她重視的人 愛的人 也都好像她一樣 也都好像她一樣 但有時候當然不是 有多少個成龍 但在這個世界 沒有那麼多個成龍 所以很多普通的人 就會覺得她這麼壞 你這麼賤格 你的身家這麼豐厚 你反而可以看著你的女兒 現在又淘家 又離家出走 是視乎你怎麼看的 如果你真的用一個個人主義者的角度去看 你已經是一個成人 你不用靠你爸爸 基本上 你可以做一番事業出來 展示給你爸爸 你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比你爸爸 更好 這一點我就是 會理解得到 我自己就不會說 去評論任何的家事 別人的婆媽 但是我會評論的就是 她對事對人的態度 就是我們 有些人會覺得 是一個負面的學習 你自己決定 這一點 現在有個好消息 這個英文版 相信沈律師看的那個 應該是 Never Grow Up 但原來 它是有中文版的 這個中文版 在2015年的4月份 就已經發行了 中文版的名字 就叫做 成龍 還沒長大 就老了 如果灣區這麼興趣的聽眾朋友 都可以去搜尋這本書 是有中文版可以看的 你說已經出了幾年了 是 這本英文版 是由中文版 由新加坡的作者 再翻譯回來的 哦這樣的 OK 是翻譯的作品 是的 它就不存在一個 是另外一個版本 只不過是重新把它翻譯了 嗯 是啊 我想 我就看 英文中文 我也可以看的 今次我看了英文 我自己的看法 始終從我自己的立場來看 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偏見 是不是 我的偏見就是 我做的行業 其實都比較少一些華人去做的 比較少一些華人去做出庭律師 現在就更加少人去做YouTuber 去做網紅 我自己的偏見就是 我會很欣賞一些做一些 其他不做的事情的人 很多的創業者都是有這樣的心態 我就比較欣賞這一類的人 因為類似我 但是奉公職守 或者有些人覺得打工就算了 你不需要事業心這麼重 有些人也會覺得 你事業這麼重 搞到你現在家裡破散 兒子又被人抓去坐牢 女兒又不回家 有些人也會這樣看 所以這個世界 我自己覺得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 但是我做一個台長 也都要表明我自己的立場 為什麼我會這樣去看 這個人 很多人都覺得他是一個很賤格的爸爸 但是為什麼我反而會理解得到他的心情呢 有一點點也是 我想我自己的工作行業可以說 是這樣的 嗯 那相信 相機前 或者是我們Facebook的Live 看 也都會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感觸 如果大家感興趣 都可以搜尋一下中文版 成龍 還沒長大就老了 或者你會有更多的新發現 可以跟我們的審台長 再進行一些深入的溝通和交流 是啊 那我自己覺得 Give him a fair shake fair shake 英文人家的意思 就是你要對人公平的 對成龍也是一樣 即使他是一個很有錢的明星 他現在在香港的輿論 就是強烈地去批評他 我自己覺得 Give him a fair shake 你起碼都要看回他自己的陳詞 他本書就是要挽救他的形象 他自己個人的一個statement 你起碼都要讓他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然後你才 然後你才下半段 所以很多人 如果你是喜歡罵人的 喜歡批評人的 你起碼看回他本書 然後才作你的批評 這樣我覺得你的說話 價值就會更加之高 而且會更加深入地去瞭解這個人 究竟是否你以前所認為這樣 你讓他發聲去說他那方面 不可以單面支持的很多東西 嗯 沒錯 OK 我看我們的大宗時間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這個topic我也很喜歡說 這個topic 我相信審問師今天非常激動地說了很多很多關於這本書的看法 是的 如果任何看過我們這個直播的朋友 對這本書都有感興趣 不妨去搜索一下 再次跟大家強調一下 中文版是 是成龍 還沒長大 就老了 英文版是 Never Grow Up 如果大家看了之後 也有對於成龍這個人 或者他的成功之道 或者這本書 或者是審問師所發表的意見 有什麼想說的話 都有方式可以跟我們溝通 首先第一個可以在我們的Live下面留言 可以說任何語言 審問師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是吧 我盡量 用你的中文英文 是的 如果你有自己的意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跟你的意見相關 或者是可以更進一步去講某一個話題 我們都可以憑著這些意見 和大家繼續做一個討論 至於想私人討論方面 審問師也有開通熱線和短訊方式 還有同題 好 好 如果你想要私人討論 也可以私人討論 我們有個電郵 剛剛才設立了 就是lovebaySF at Gmail 就是love L-O-V-E bay就是B-A-Y SF就是San Francisco 愛座灣區阿瑪斯 Gmail.com 我想這個方式會比較 如果你想保障你的私人 對自己個人的想法 對 就不想公開地打個訊息出來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你電郵我就確保你的私隱保障 是的 而且我們這個節目是逢星期五的 晚上九點鐘都會準時和大家見面 如果大家對身邊的話題 發生的事情 感興趣的一些議題 都想拿出來討論的情況下 都可以發電郵上來 我們會考慮將各位的意見 作為下一期的討論目標 絕對是 好啦 說得不錯的 多謝你今晚的很寶貴的討論 應該是多謝沈律師 很詳盡地跟我們分析成龍這個人 我是小弟的 一些很膚淺的自己的看法 好的 下星期同樣時間記得 沈律師再跟我們宣傳一下幾點 是 星期五的九點鐘 晚上 三藩市時間 是的 我們希望的時間 再見畢生了 好 多謝大家 Have a good n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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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